大家好 欢迎收看财经号角 值不值得买系列 我是廷靠 美股产生了一波大回档 许多投资者除了这一次疫情 对股市的沙盘推影之外 也在思考着当疫情结束之后 行情出现反弹的时候 哪些类股最容易减便宜 上一集我们探讨了金融股 这一集我们应观众朋友的要求 再把金融股细分来探讨一下 台湾的受险股整体的产业状况 来为各位做一些分析 那因为时间因素 待会可能无法每一支受险股 都做到完全的分析 各位如果想要获取更细节的资料 也许多朋友可以在底下留言 受险股加一 YouTube的朋友就麻烦您 帮我们底下留言 再转换一个页面 来我的粉丝专页留言 或视讯我咯 好 我们常说 没有回档就没有进场点 如果想要让受险股成为我们的进场点 有哪些点要注意呢 我们首先先把前一期的金融股 跟这一期的受险股分清楚 有哪些具体差别 金融股收益的本质 来自于利息的借放贷 还有手续费 受险股呢 其实大部分的收益 也是来自于投资的立场 和存保单收入 但在跟金融股比较起来呢 比较特别的一点 是受险股相较于金融股 更喜欢购买稳定的保本型资产 可是国内保本型资产没有那么多 台湾也没有发多少债券嘛 所以受险业呢 配置了大量的海外稳定资产 尤其是美元资产 那很多官员很容易把美元指数 跟受险业表现画上等号 以为美元升值呢 就代表了受险业整体的资产上升 但我先跟大家说明 从原理上来说 这是对的 但从实际对照角度来看 各位就会发现 汇率的变动 并没有实际反映到股价上 我们举两档受险股来做解释 第一档中售 蓝色线呢 是新台币汇率 越高就代表贬值的越多 红色线呢 是中售的股价 我们反而发现 2015年台币大扁 也就是美元升值的时候 中售股价跌得最凶 而从新铲呢 你会发现 美元升值 股价的确表现比较好 所以既然无法完全对照 寿险业跟汇率的关系 我们不是很建议 完全从美元来推论 寿险业的表现 而是从产业面的角度 来告诉大家 寿险业遇到的困难 还有更关注 个别寿险业的实体获利表现 好 那我们一样 从基本面来做一些观察 寿险股 是不是跟金融股一样 获利稳定 配息高呢 我们先从获利每股盈余 来做一些观察 红字的部分 旺旺宝 中售和新产 是稳定获利成长的三档各股 好 那其他寿险股呢 虽然也是稳定获利 但老实说 就是稳定 忽高忽低 表现还可以的 大概有台产 中债宝和第一宝 三商售呢 甚至在180的时候 获利是负成长的 那相较于 获利稳定成长的中售 很新惨 其他寿险股的表现 是的确稍微差了一点 好 虽然获利各有高低 但现金股利的配发 才是投资者最在乎的 因为这关乎我们实际 领回的报酬嘛 那各位可以发现 股利的持续配发 多数寿险股 其实表现还行 基本就是获利多一点 就是多给一些股利 比较特别的一点 是我们刚刚提到 稳定获利成长的中售 居然在18年的现金股利 是不配息的 中售现在是蛮热门的 金融售仙股 但是在当时 是引起了股民的一片哗蓝 那股民暴露的原因 不光是公司 公司呢 没有发放股利 更大的原因在于 中售在2018年的 每股盈余 是2.54块 比2017年的2.4块还高 但是在2017年的年度的股利 现金股利0.8块 股票股利0.6块 但是在2018年 就完全没有任何股利 也就是说 公司经营亏损 股民没有股利可以拿 那就认了嘛 但是公司不只赚钱 还比前一年更赚 他竟然却没有发放股利 谈到这里就必须跟大家提一下 受险业整体遇到的产业瓶颈 金贡物中 受险为重要业务的公司 特别是最具代表的像富邦金 国泰金 在两年开始就提前进入了空头走势 在没有特殊大利空的情况下 股价的反弹就是一波比一波还要低 那为什么会这样呢 我们刚才说的 美元资产重压跟受险股的股价没有绝对关系 但是有一点我们无法否认 那就是这几年金融市场上汇率的大幅波动 会在受险公司账上造成庞大的避险成本 和未实现的亏损 受险研究必须要做大量的避险 那这些成本都会以这个塑形为主的金控公司 在发放现金鼓励的时候更加的审慎 尤其中座也不是市场上第一个个案 润泰鑫9945的润泰鑫 在2015年的时候的鼓励 就发生过同样的事情 公司当年度的鼓励为0 但是EPS却高达6.46块 所以公司不发放鼓励 是因为转投资的南山人寿 账面上的投资部位有巨额的未实现的亏损 这也让后续的股价卖入了它的一个空头趋势 那这样的例子其实再三的说明 汇率的波动 从短期上对受险的冲击影响很大 但是如果想要投资受险股 就应该要以长年稳定获利为主要一个投资方式 从下列的现金股利殖利率 我们就可以发现 虽然近期汇率波动剧烈 但受险股多数还是呈现高值利率特性 包括台产 新产 中赛保 台名 现金股利殖利率表现其实都不错 长年都在5%左右 台名在这几年表现也是非常亮眼 殖利率都有在6%以上 所以建议各位 如果投资受险股 一定要以长线投资策略来做一些思考 当然上一期我们讨论用股价净值比来帮各位判断 现在相较于各股的令年股价位积 在什么样的位置 各位可以发现 有非常多受险股的基期仍然算低 它的长期价格空间比较大 大家可以把每股盈于现金股利殖利率股价净值比三张表拿起来对照 一张一张的对比 找出适合自己的长期受险存股标定 至于大家想要拿来对照的细节资料 如果各位需要的话可以在底下留言 受险股加一 YouTube朋友就麻烦你在底下留个言并且转换个页面来我粉专私讯或留言 最后的最后 我要跟各位提醒一点 那就是纯售显股在流动性上相较于金融股没那么高 如果是长期存股足道也还好 毕竟是慢慢买没有要卖 但如果是拨断投资者或短线交易者 一定要注意一下股票流动性的风险 好那今天影片到这边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 麻烦订阅我们的G-MONEY频道和粉丝专业 当然记得用我的粉专 邮听号的财经好小 还有加入我的Telegram即时通讯软题 很多不好意思在留言上公开的想法 我都会在里面透露给各位 感谢各位的收看 我们下期见